大家好,中国和欧盟方面有最新的消息 中国商务新发言人周五证实 为了维护国产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权益 和全球绿色转型合作 8月9号,中国将欧盟电动汽车临时反补贴措施 诉诸国际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发言人称,欧盟出财中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损害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大局 我们敦促欧盟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共同维护中欧贸易合作和电动汽车产业 供应量稳定 今天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宣布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临时性反补贴关税 按照规定,此次征税的临时反补贴税 将适用于部分中国汽车生产商 比亚迪17.4% 吉利19.9% 上汽集团37.6% 其他的合作但未被抽样的中国生产商 将被征收20.8%的加权平均关税 未合作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税率为37.6% 依据欧盟法律最终关税将于10月2日 欧盟反补贴调查结束后确定 届时欧盟委员会还将召集传言国发起投票 如果到时候代表至少65%的欧盟人口的15国投票 反对临时性关税将无法实施 反之该关税将继续实施 为期五年 列出宣布临时关税决定以后 欧盟委员会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结论 中国对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国家补贴 不公平地损害了欧洲竞争对手的利益 中国商务部在欧盟发布公告后 不久威胁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表示调查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以及受影响公司的合法权益 欧盟委员会目前面临一种微妙的平衡 既要努力捍卫欧洲 甚至至关重要的汽车工业 转向绿色增长 要避免与北京摊牌 欧盟目前针对中国太能电池板 锋利涡轮机 火车的补贴发起了一些调查 而中方也开始对进口的欧洲白兰地 猪肉进行调查 美国已经将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提高到100% 加拿大也在考虑采取加征关税的问题 23年中国电动汽车海外销售增长70% 达到了341亿美元 40%销往欧盟 欧盟目前是中国电动汽车海外最大出口地 与同时中国方面和欧洲也就C919达成协议 也就明年欧盟方面会认证中国的大飞机C919 可以在欧盟进行飞行 国产大飞机C919登陆欧洲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上海实际检测 给出了积极反馈 C919科技有望在25年获得欧盟认证 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科技C919 实现了中国的突破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口欧洲 要获得欧洲的上证 欧盟航空安全局调查的C919 那么现在如果获得通过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中国未来的大飞机 可以对欧盟市场进行大功出口 欧洲航空安全局7月份派代表前往上海 对C919科技进行了检查 检查的方向主要是检查飞机的试航符合性 这个阶段是在地面进行测试 包括飞行模拟器测试 评估飞机的操作性能安全性能 欧洲技术人员7月份访问上海期间 对C919的D级飞行模拟机进行了评估 也进行了实际操作 除此之外 欧洲航空局安全局还代表登上了C919科技实体 从内部进行了细致观察 这也是该机呢 3月份 欧盟方面进行核查后 是第二次实际登上C99来进行观察 欧洲航空安全局此次对C99科技进行详细的检查 并让中方给出了积极反馈 表明了C99科技通过该机构第三轮设 基本不存在问题 欧洲航空安全局是否发证要经历四轮的认证 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技术文件进行审查 确保飞机设计符合欧洲航空安全局的标准 第二阶段是对飞机进行飞行测试 以验证飞机的实际性能和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第三阶段是C99正面临的阶段 前两阶段已经过去了 欧洲航空安全局的人已经上手开过C99了 现在是第三阶段 即地面进行模拟测试阶段 第四阶段是综合评估所有测试结果 决定是否给予飞机的型号认证 C99型号认证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第四轮的认证程序中 现在已经进到第三阶段 也是C99科技获得欧盟许可的最重要阶段 这个阶段涉及对飞机操作紧急情况模拟测试 是试航符合性验证期间 飞机制造商必须证明其产品符合相关结构 发动机控制系统电气系统飞行性能的监管要求 如果中国的C919科技顺利通过欧盟的三轮认证 中国的大飞机将走出国门 正式进入欧盟市场 那以后你在欧洲你坐很多飞机 那除了A和B以外你可以选C了 ABCC就是中国的C919 A就是空中客车 B就是波音 C就是中国的C919 那获得欧盟的认证以后呢 将打开一系列市场 又包括中东非洲甚至巴西 巴西很多航空的这个 这个适应的这个证明 实际上和欧洲是一体的啊 特别像南美洲 你像西班牙对吧 西班牙与葡萄牙与这个地区 那未来呢就可以进入北美啊 进入美国市场 那实际上也就不远了 那获得欧盟认证的C919呢 可以提升中国大飞机 在包括东南亚中东新兴市场的吸引力 而且有望在国际市场 与民用航天巨头波音空客竞争 那获得欧盟认证呢 是C919走出国门的地步 未来呢将进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包括和其他国家签署大的订单 那目前呢还需要时间 但C919作为民航领域的新的玩家 面对波音空客两大巨头的情况 能够脱颖而出是巨大挑战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有很多中东 特别是沙特 很多的财团也开始投资C919 就沙特现在准备要在沙特国内 来生产C919 未来沙特航空 沙特国内的很多航班 可能就是用中国这个C919飞机 因为它现在很简单 我有钱 但是你波音空客又不让我投资 我进不去 来了一个新的玩家 中国 那我就和中国合作 对吧 我钱反正也进不去 那我就投资中国 和中国帮助中国一起 和沙特一起 咱们一起 对吧 沙特赚钱 沙特有技术 那我中国呢 我中国提供飞机 一起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就过去那些空中客车啊 波音啊 那些老的玩家 他有一种垄断在 那有了中国以后呢 很多资本他会选择进来 一起把这东西搞大 一起和波音空客竞争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 中国这个C919啊 在国际上会到 受到打压 错了啊 那在很多资本的操纵下 最后C919可能会 抢夺波音和空客 很多订单 因为过去受波音和空客啊 那这种剥削 这种压制 那很多国家 其实他是敢都不敢言的 那有了中国的这个C919 他就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 就可以和波音空客来谈判了 所以中国方面 未来这个C919啊 我觉得这个突破啊 或者是进入其他市场 这个时间会提前 而且呢 会远超大家想象的 您波音也好 空客也好 他们有长期的巨大的问题 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 那所以呢 就找一个替代者 找中国这个C919来替代他们 所以中国方面呢 未来会进入的一个市场 而且未来进入市场以后 会形成一种鲜鱼效应 像我之前就说过啊 就中国现在呢 整体的工业产品正在升级啊 现在呢 是电动汽车 未来的是大飞机 你看看这些工业产品 就西方呢 主要生产的工业产品 中国全部能够生产 再结合这个高科技的芯片 那么实际上 这中国在整个的产链上面 就向上啊 提高了一层 就完全占据了高端产链 那么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中国未来 在欧洲 还有美国这种竞争中 中国就有了优势 因为我实际上 我的产业链 供应链 我是完整的 而且我还有市场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中国 我是自主生产 供应链在我自己手里 这是最重要的 而像这个其他一些国家 它实际上是合作生产 那供应链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特别像欧洲 俄欧战争一爆发 很多欧洲现在这个工厂 它供应链就得外迁 它能源就不能解决 能源就涨价了 那自己一算账 那肯定亏 所以实际上你看 中国现在就 在整个产链供应链上 崛起以后 特别是产链供应链向上以后 那就形成什么 就中国的贸易 顺差会巨大 因为这些都是高端 高端代表什么 代表利润巨大 不是造什么袜子裤头了 你挣到个快八毛了 对吧 累得够呛 挣个快八毛 看似好像利润 你这个贸易很大 但实际上你挣的利润很少 高端利润很高 那这么高的利润 那中国未来对外出口 看到了吧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且中国对外出口以后 很多的产品 是可以附带有政治的 附带有政治含义的 我对你出口的高端产品 不是你想 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是咱们的关系得好 政治上得合作 我才能卖给你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对西方 对美国来说 对欧洲来说 是巨大打击 对美元是致命的 我之前说过那个逻辑吧 现在你看看中国 世界第二大经体 谁知道人民币 没人知道人民币 你拿着人民币 到其他国家 你去问 没有国家认识人民币 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体 为什么 因为在全世界的贸易中 大家使用的是美元结算 中国使用的是美元结算 中国从其他国家那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美元 听懂了吧 我用的是美元结算 我人民币没有走出去 但是随着中国制造 中国高端产品走出去以后 人民币就会走出去 因为其他国家 为了和中国做生意 就必须来囤积人民币了 他买什么涨什么 对吧 买人民币 人民币就得涨 那你看现在中国和 美国比的就是什么 GDP吗 GDP比的就是汇率吗 你用美元计价的GDP 我用人民币计价 最后比的是美元和人币之间的汇率 我人民币上涨 那我GDP一定超过美国 听懂了吗 没有悬念的 所以中国产业升级以后 中国的GDP一定超过美国 一点悬念都没有 而且甚至会超过 美国50%甚至一倍 会突然一夜之间 因为汇率的变化 中国一下子超越美国很多 美国其实有心理准备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都知道 如果他不印钱的话 中国现在就超过美国 所以他必须印钱 大量印钱 让美国的美元 币值保持稳定 让美元就比人民币值钱 吸引全世界的钱到美国来 但是美国现在负债 35万亿 玩金融这种东西 这是打了鸡血挺住了 但能持久吗 就美国玩这些游戏 能持久吗 持久不了 所以我说最后美元 最后美元崩盘的时候 美国最后还这个账的时候 美元贬值的时候 那就是美国现在 为自己所做一切 美单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不光 基金总量超过美国 未来中国 根本不需要从美国进口什么东西 中国手里牌一多 我可以挑着和美国合作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美元霸权中结了 世界其他国家 可以选择另一种货币 另一个方案 不需要单独依靠你美元了 那么这样的话 美元霸权中结以后 全世界大量的海量的美元 你看全世界老百姓 家里来囤那些美元 像废纸一样回到美国 一定像废纸一样 美元暴跌 那一些美元回到美国 你可以想象 美国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 难以想象 那一个面包得卖多少钱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人类都是公平的 人类这个历史是公平的 但现在美国 就是盯住中国的产业升级 不让你产业升级 但我也说过 中国现在整体的产业升级 是不可阻挡的 不可阻挡 因为现在看整个世界 拥有完整产业链 供应链 拥有最勤劳 最完整整个工业基础的 只有中国 美国过去有 但是美国已经去工业化 它现在再想搬回去 很难了 它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 看似好像很胖 这个美国 但是虚胖 它没有实体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好日子过的时间长了 再回到过去 回不去了 所以这也是中国和美国 决战的 最关键的几年 中国产业升级 完成跳跃中等收入限制 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这个其实是在人类历史上 可以写进教科书的 咱们有幸可以经历 这几年 你亲身经历 中国和美国的博弈 我觉得非常有幸 你老了以后 你可以回忆 你可以完全回忆 当年中国是怎么超约美国的 美国是怎么给中国使办 怎么限制中国 如鼠家珍 中国的崛起 是不可阻挡的 欧亚大陆 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 是不可阻挡的 是不可阻挡的